观众主目即将登场 40个女人齐军一堂 12月12起 每晚8点钟 中天综合台 沈春华我们秀 秀出我们的创意生活 这个马英九呢 他今天白天刚看到在 这个桃园夜铃 下午呢就要赶到高雄 接着呢就是两个人一直合体一路到晚上 不过呢这次选举大家都说 决战中台湾决戴中台湾 真正今天一整天锁定台中跑塌的是 清明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同时也在今天啊 金国先生的名诞 他坚持走蒋经国关怀弱势的路线 虽然轮椅上的阿公阿嬷 喊不出激情动算口号 但选前最后一天冲刺时刻 宋楚瑜坚持不要扫街游行 因为他走的是 蒋经国的关怀弱势路线 今天马总统去夜店的时候好像哭了 他是在给你争抢上 外界说过来争经国路线 他觉得应该很惭愧应该哭哭 台北市实在是太多钱了 还在搞四五年以后的什么世界大学运动会 这几天执政的国民党的广告 每天没有一件事情告诉说 我在过去四年我为人民做了什么 就地取材报纸当手版 痛批蓝绿 只懂造势宣传 不知民生疾苦 宋楚瑜整天行程锁定台中跑突 抢攻中台湾 兵家必争的中间选票 我不实质上用数字来估票 但是我相信 我们的选民正在估算 他应该投给谁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估票 自认选情看好 也不敢大胆估票 不到最后关头 不知鹿死谁手 宋楚瑜单点估票策略 把握任何一丝 送进总统府的机会 中心理会 王正A星小组 台中采访报道